在线 为你健康所想 从中医角度来说 第一个 肝阳上抗型 有高血压 脾气疾 上火的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个 是属于跟情质有关系 气质血淤 这种形质呢 这个白斑周围呢 颜色比较暗 白斑呢 跟那个黏膜有个宣明的对比 还有一种呢 大部分是以脾胃不合为主 脾胃不合呀 或者脾胃不调啊 有的人呢 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好 比如早上不吃早餐 或者是晚上吃饭吃得比较晚 吃完饭以后就休息 脾胃代谢不好 再有的呢 就属于阴阳相接的这样的类型 它既有阳抗的症状 也有阴虚的症状 比如说大便肝有食火 但是呢 它又属于脾虚的症状 胃寒 这种病人呢 上寒下热 大便糖系的病人呢 它就属于上热下寒 属于阴虚的病人比较多 有阳虚和阴虚之分 也有阴阳相加的这种情况 中医治理呢 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辩证 来确诊它的体质或它的类型就可以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